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杨茜茜的嘉宾有老sir Hello老sir Hello 你好 大家好 看到市市很亢奋 星达是464点 正所谓有人辞官归故里 有人就够时间回家 不知道是否躺下来亢奋 那时候我看着了 今天开始9点半 大概190点左右 现在越升越有 中段其实升300多点以为差不多 今天看来都是买东西等北水来 但是买东西等北水来 北水未必会第一天就卖你帐 那时候如果等到星期三 北水回落的话 随时沽下去 好了 雲管的大市走向 交给老sir去看看 究竟今天升市的原因何在呢 交给你详细分析 谢谢 正如刚才所说 有人辞官归故里 似乎市场也有些反应 视为一个好消息 所以看到整体市场上升了上去 但是另一方面 其实看回成交方面 不是太多 因为始终没有北水 暂时来说是银少少 只有690几亿 我相信今天成交也是少的 但是也是合情合理 因为始终少了资金流入 暂时来看市场仍然有多少升势 有两件事大家要注意 早前看到3月23日升高位22423 今天是高过的 在这一刻来说 但是现在还没收市 所以我们还未知道 今天究竟是真正的突破 还是假的突破 如果今天真的突破到的时候 即是说收市价高过243 其实有机会上去之前 曾经提及到的技术阻力 就是22800左右 当时也说了一件事 因为五十天线一直向下跨下跨 所以其实上升到22000币的时候 就会刚好非常接近 五十天线 亦是一个技术阻力 所以现在上升空间多不多 但不代表它不会升到几百点 它真的可以升到几百点再回落 唯一现在最大的隐忧是什么呢 其实看到短线市宽已经是上到七十以上 即是有足够条件随时转弯 但是早前说过 我们用短线市宽的时候 主要不是告诉你 它去到超买的时候立刻掉头 它是告诉你 应该有一个预期 它是要接近见顶回落 而这个时间上 实际看恒指方面 会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讯号 往往我们看到恒指见顶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下跌跌头出现 这个情况出现过很多很多次 我们看回近日来说 都没有什么下跌跌头 所以也没有看到一个急跌的情况之下 其实市房还没有转 所以现在其实更加令到短级 可能会不会自己看错市 比较担心 因为是破了早前的顶 但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 更加是要坚守自己的看法 如果真的触及一些淡仓的指舍位 就要指舍 但如果不是的话 不要因为市场弹上来 就害怕而去指舍 所以现在要看着22,89个位置 因为现在再升上去 那个空间 你计得出了几点 因为现在现水平也是22,472 我当你22,500 他再升上去 其实也是三百多 就已经到一个很明确的阻力位 所以我觉得你肯捱的话 捱到这个位置去 其实向下空间是大的 相对下上升空间真的不多 我觉得大家要自己有一个判断 就是究竟这几百点是否捱 如果捱得到的话 就捱不到 其实你如果预早设定了指舍位 你也要指舍你的淡仓 但看到今天股份方面 其实不是太多焦点的 虽然你说ATMXJ 其实是得美团做得好些 其他其实也没有什么 起死回生的迹象 都是比较差一点 还有个别的一些中小型股 也有点明显点的声势 而且成交也是相当显著的 我们稍后会再说一说 那魯sir交给你说一下 ATMX里面 特别抽美团出来 资金也好像挺好的 那么感谢3690 和大家看看他先好吗 首先在正式说390的时候 大家要有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技术突破 其实技术突破 就是说起码有资金承接 然后股价上升 还有我们看收市那一刻 其实股价是收到哪一处的 如果股价收于一些相对高位 反映到真的突破的时候 也意味着消化了这些蟹货 后市是可以进一步看好的 但是如果是假突破 通常冲上去之后 就已经回回来了 相反地没有消化蟹货之余 更加累积了一批新的蟹货 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 所以现在来说 我们要关注的地方 就是看看 3月17日之后到今天 其实那个最高位在哪里 我们不要看今天 因为今天的高位 你看到是上到167.6 其实已经是高过 在刚才提及的那段 那个时段之中的最高位是166元 那你说是否真的要继续上升 其实我们要看看今天的收市价 是否真的是166以上 166以上其实是有些突破的情况出现 但是成交方面 你看到又不是增加得很多 那和上一天差不多 那另一点 其实我觉得有些隐忧 就是说 即使今天做到一个突破 我们还要看看有没有承接力 随后可不可以再升多一点 但是即使做得到 留意一件事 看回在2月22日开始 直到3月3日 其实这段时间 有一个华行区间出现了 这个华行区间的顶部大概就会说 在177元左右 那也距离 现水平165元 其实有十多元 那你说那个幅度算不算多 其实就不算多 那所以即使买上去 都不是说真的 那么明朗化 整件事 因为始终上行空间有限 而且刚才提及过 恒生指数50天线会有个阻力 同样地 美团50天线也是一个阻力 现在是180元左右 去到接近这些位 即不一定要多80元 去到170多元 接近这些位 其实应该 那个股价都会逐步浮现 所以大家要顾及这一点 究竟我现在博不博买上去 那你买上去的时候 其实空间就不太大 而且大家要留意一下 普遍ATMXJ一升 整版一齐升 那你除了看这个是3690 你看看其他那些是否真的升得起 譬如腾讯方面 那腾讯你听到今天 其实那个升势不算强劲 在这一刻来说 其实开市和原价是差不多 反映了 开完之后 承接力不是很足够 并且其实它没有这个3690那么强势 是破到37日之后的高位 所以似乎就比较弱一点 那你说阿里巴巴方面 这个情况比较好一点 那就是做了羊竹仔 但是它也没有破到一个阻力 就是刚才提及那段时间的最高位 还有小米方面 110 相对下走势是更加疲弱的 因为你会看到它其实也是一直滑下来的 最后看着京东也是一样的 所以ATMXJ一升的美团做得好一点 但是它有几个人提及过 成交是差一点的 阻力位是很近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即使它也升 幅度不算太远 所以自己要判断一下 究竟是不是有足够的直播率 给你转身 嗯 刚才也说了很多股份 好像ATMXJ有一只美团 直播空间高一点 宏观的大市走向 都是看着22800的位置 老师刚才也说了 如果看上去还有没有几百点收到 都收到的 但是看来 那个也有机会是暂时短期的顶 除非各国有些利好的消息 特别是环球股市方面 就是推局势又比较紧张一点 又说万人闯又说 又比较激进一点 接着美股方面 美债息的美国知识曲线倒挂 好了 大家看着美国的后市 好像又释出一个衰退的信号 怎么看呢 其实我反而想多问一些 老师 喂 美股方面怎么看呢 说真的 内地财新 PMI 出完之后 你也知道内地可以用它的放水 或者 宏观调控 或者 它用它的方法 可以一个内循环的经济体 因为 大家都知道 大陆经济是相对比较封闭 但美国不同 它要面对世界 刚才说的 那个 美国知识曲线 那个倒挂 其实有没有机会影响美股表现呢 你觉得 其实一定有机会影响的 我刚刚那个周末 也做了多一点研究 看回其实 过往历史之中 那个倒挂的情况出现之后 其实不是对美国股市 即时有一个影响 通常都会相隔数个月 可能是半年 甚至九个月 才开始有一个 比较显著地的大幅下挫 否则其实在短期内 刚刚出现倒挂 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而且大家留意 是不是真的要 两年期高于十年期才叫倒挂 其实 这个技术上 你严格来说是 但大家看回 其实普遍 两年期和十年期 那个差 应该是相对比较大一点 就不是一个轻微的差别 所以看到 他接近倒挂的情况 其实大家都要开始留意这个情况 不过 其实 这个是一个市场的忧虑 大家都会担心 会不会 尼藏有滞胀 或者股市会开始 有一个崩盘 大幅下跌的情况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会 不过不是即时的现象 所以 在现水平 大家虽然是有这个担心出现 但是 都要是市场去反映的时候 才会真的下跌 所以大家似乎摸着石头过河 还有 现在进入了加息周期 会不会因为加息周期的问题 可能加息的部分太快 又或者是缩表 缩得太快 令到整个经济 是有个崩溃的情况 我觉得 这个东西 联储局真的会 比较谨慎的去看 因为始终每一次意识 他们都会看回最新的经济数据 甚至是支缩里方面 他们都相当关注 如果真的有任何有机会 由于加息的情况 或者是收水的情况 令到美股有个崩盘 或者是经济衰退 其实我相信 他们会有机会 将加息的步伐放慢 甚至他们不再收水 不再缩表 也不出奇 但是在这一刻 其实看到相关的情况 没有出现的 大家都是在憧憬 会不会下一次 甚至是加半厘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不需要太担心 这么快的担心 因为即使你有倒挂也好 这件事其实已经出现了很一段时间 起码都一个月过外 一个多月左右 但是其实你见过 市况没有因为一出现倒挂 就叫做跌了下来 反而近日来说 就是升到一些阻力位 才开始有个回调 暂时来说 我相信美股三大指数 都是会有一个短期的调整 基本上他们三大指数 都走势很相似 例如看回道指方面 他也是破了两个下跌浪的浪顶 才开始回落 现在你看看会不会再跌多一点点 去回到再低一点点的下跌浪的浪顶 接近14,300点左右 这些位置 如果到了这个月浪的反弹的时候 你就再看 所以不需要这么快判断 市场是有机会 暴力控市 或者大幅调整 甚至滞胀或者经济衰退 其实不需要这么早去想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你看看这些 会不会有些 增持一点的ETF 去看看7266 就可以透露一下 看看有些南方纳子 好的 转个角度 不如也让老sir说 因为我们开节目之前 都问老sir 今天有什么想说 除了这么开心的事情之外 但是也说有些世界股 也看到有资金涌入去 我发现也是 譬如很久没有看217 就是《淡仔国际》 今天创越高的 不知道老sir是不是在说这一类 就是和消费有关的股份 还是另外一些股份 又可以留下散户 那你说这一类 刚才跟你说有一类 可以说一下 说一说 其实加上这一类 之后应该有三类 我再继续说一下 《淡仔》其实大家 有看过YouTube的话 不难留意到 近日很多YouTuber 在日本那些 也有拍到《淡仔》去的第一间 日本的分店 排了长龙 相当好生意 甚至可能要排两个钟 虽然很好吃 见仅见智 但是似乎在 扩展这个海外业务 暂时看 就做得挺好的 所以 看到股价方面 今天也是飙升了上来 其实《淡仔》早前 就说 大家憧憬 有机会放宽 防疫政策的时候 已经开始炒上去 就是在38天左右 当时也有提醒大家买到的 当然现在本身是个别的因素 令到今天再飙升 去到这些水平 其实厚市 大家留意 在去年12月至到1月左右 是一个波动区间 波动区间的底部就是 参考12月21日的低收市价 在2月99日 这是一个初步的阻力 而比较明显的阻力 是3.3.8 大家可以自己追 这一只 其实我觉得 他本身也有些基本因素 令到股价刺激上升 当然 大家知道 我们会分三个月 逐步放宽 防疫政策 所以 其实相关的食股股份 我们可以看看哪些资金流入 亦可以分注金纳 这一只是其中一只 另外一只 先说一只大只 最小只留在最后 今天留意到 汽车股121 做得相当不错 看到股价方面 其实也做了技术突破 看回3月17日 去到上一交易日来说 其实一直走在波动区间 很多股份都是这样走快的 今天明显地抽升了上来 并且做了技术突破 成交方面增加了 今天看到几方面做得不错的股价 第一件事 看到现在的现水平 都已经高过3月17日 至上一交易日的最高位 应该很大机会 都可以在这些高位收市 意味着技术上突破 第二点 大家看看成交方面 去到这一刻 虽然今天成交 整体港股 大致成交金额 是小的 但是看到 比较低方面 它不会因为这个 而缩减了 今天在破位过程之中 其实可以增加了 现在看到 比上一天多了三成过外 似乎大家又这样 融入了 另一点 看看技术走势 就是RSI九天 现在来说 也上到七十 意味着有机会再多走一步 好了 既然这样 就可以考虑了分段吸纳 但是在分段吸纳 大家要考虑一些阻力位 因为这件事 要大家看看 获利幅度的不够 可不可以转到新 如果足够的话 才考虑入 阻力是2月17日的收市价 当日是253.6 这就是第一个阻力 而第二个阻力 我们要看看 在1月18日左右 我们应该看 10月24日 当日的开市价 就是270.8 这个位置是第二个阻力位 如果进取的朋友 可以看看大概是这些位置 其实暂时来说 走势是漂亮的 好了 最后一支 这支就真的比较小 就叫做龙光集团 3380 3380今早已经收到这支鼓 为什么呢 18%很誇張 是的 同一支150 就是高低波数 40%还来 说回3380 老师 为什么会说3380 你说的高低波数 和这支最大分别是什么呢 两支都涨的 两支都属于一些中小型股份 好了 但是我们还没看幅图之前 你单单只看它的成交金额 你就发觉两支股份有很大差别 你看到3380方面 现在是有亿多的成交 在中小型股份上 也挺多 通常有这么大成交的中小型股份 是告诉你它有钱是正在炒的 相对于150其实是多很多的 所以你说 我选择那十个八支 我选择什么呢 我一定是找成交多的 所以我就看到这支其实都可以的 主要的走势 其实是做了一些典型技术突破 3月17日去到上一交易来说 它是形成了一个很差幅的波动上落区间 然后也看到我估计今天急升了上来 今天我提醒大家 一会儿是十点几钟 松一点 那就破了位的 然后当时当然没有过亿成交 成交也是多的 但是未去到上一天的成交量那么多 但是因为我推算 十点几钟都有上天的三分一过去 应该今天成交很多 好了 现在来到下午了 如预期成交是真的多的 比上天多了接近百分之五十 似乎有机会再飙升上去 这些股份是高风险也高回报 但是我觉得要提醒大家 不是适合每一个投资者 因为这些是一些属于极高风险类别的股份 它可以升得很快也跌得很快 所以大家要注意风险 给大家一个技术支持 如果万一看错试的时候 留意3月17日的低位 一个8月8这个位跌穿就是止蚀 而且这些股份 我们普遍也不会躺身去买入 也是细细地玩一下 看看你的眼睛准不准 如果中了你就赢了 开心下吃点饭 但是你说我真的躺身 千万一千万万千万万千万千万万 因为风险太高了 似乎资金炒到 translated 認同魯Sir剛才的分析 剛才說的一隻一五零 我今早也入了一點 少玩的 因為這就是一個基本面 因為他在美國那邊找了一間公司 再做一些股權的一些變動的事情 大家自己找多些資料去看 這些就是潮流的事情 潮流的一陣風 好像今個星期流行什麼就炒了上去 下星期不流行就放回去 風險就比剛才魯Sir說的 龍光更誇張 反而一隻一二一一相對靠譜 其實夠行心、夠毅力、夠眼光 低位拿了一隻一二一一 現在也賺到笑了 一百六十多元 不過說真的 那時候仍然是汽車最差的一個世代 或者最差的一些新聞 在說三月中的時候 一百六十多元 一百七十多元 其實也有課的觀眾朋友 也挺頭痛的 那時候 現在升上去 大家比較舒服 說回一個好新聞 關於一二一一 今年三月起就停產燃油車 即是在電能車的世界 我猜我接下來 年尾也會換電能車 老Sir 我等不到 現在有賭水 實在太貴 我當你平常常開車 我不要當你那輛超炮 你平常說打爆多少錢 其實應該說 油缸普遍是一般的私家家用車 大約八十多元 那應該是 我因為很少開 所以我以前打爆1400元左右 但是現在我想不止 但是有件事令我很驚訝 就是因為我有一輛柴油車 電油車 柴油一向是很便宜的 貴很多 那我昨天我真的 就是專門去看一看價格 因為平時入油 有完油卡 就沒有看價錢 我昨天看到 就是有些人 大佬22個多 大佬 如果正有 建油22個多 油渣也十九個多 我覺得實在太離譜了 因為 早就兩三個月前 其實你很多油站都有折扣 那七桌八扣之後 其實入油渣是六個多一升 但是現在已經說了 差不多十元一升 那個升幅實在太誇張 所以其實現在入油渣真的成本是相當高的 那麼 我相信這件事是會令到整個大家購買電車的意欲會大增 當然了 你說會不會油價一直高企 不會呢? 當然不會的 但是起碼這段時間 大家都要捱一捱一些貴的電油 這些油很貴 所以你說什麼消費券 四千元五千元 你其實 你打爆三次油公 你收得了 你還想買那些 Anson Lo的聲波牙刷 我心想就是 收得了 除非你不開車而已 你開車真的輸給那些人也夠輸 所以我有時候也在想 老Sir 現在是不是真的要買一些八八三對衝 就是 舊時覺得天方夜譚 因為八八三不是很跟國際油價 就是跟有跟的好 不跟有不跟的好 他現在保證 未來三年快息 穩定之餘 還有機會再加上去 10元邊的中海油是值得玩的 不過現在升了11元 是不是繼續有機會再爆上去呢 你覺得這隻中海油 老Sir 因為我看到近日波幅擴大了 在業績上去 今天又再抽升上去 但是在這些位置 再進入其實似乎風險更高 如果要選擇的話 不如反過來看看 八五七會更加 因為兩隻都是大隻的石油股 其實你跟不跟油價 一直都跟不貼的 但是你由於看到 八五七都還未接近 所以如果要搏 搏八五七可能是相對的空間會大 因為其實你見到整個股 很有趣 他們是輪流炒的 很少是一次過一批一起衝上去 所以我覺得 既然現在八八三禁 貼近了高位 那不如看看八五七可能還會 相對安全一些 老Sir 休息之前回答一個觀眾朋友的問題 觀眾朋友也有很多留言 剛才好像問一隻一三四七 就是這個華紅半導體 觀眾朋友有課 今天怎麼看呢? 微微跌 是不是應該止蝕 以及首先 關於這隻華紅半導體來說 老Sir 其實我們看到在內地的半導體股 普遍都不是走勢這麼亮麗 而且你也看到近日反流上來 它是沒有什麼力度 跟我們見到一些比較弱勢的股 例如ATMXJ那些 起碼有人是夾淡倉 但是你看到一三四七 這些都不是大隻的股 也不是大家之前要做沽空的股 所以夾上來其實力水是差一點的 再加上 今天看到其實不少股份 都是叫做低海高收拒 就叫做弱勢一點 我覺得這些股不如減持了先 會相對穩陣 因為始終現在的勢頭是反覆向下為主 你拿回資金去買其他股 會有機會令你更加快 可以賺點錢回來 那就可以看看 觀眾朋友說 上個星期五特斯拉著火 我想說 要不就隔電能車著火 要不就有個荷包著火 我也是這樣倒水 千多元打爆一缸油 是有時候有廉航的年代還可以飛 有時候千多元已經飛到成田了 對不對 所以那些油這樣也挺誇張 可能真的要輸 要換電能車 真的搞不定 這些事情 這個只是打趣地說說而已 再說多一隻股票 說一隻三一六 其實上個星期 我記得跟魯Sir做節目的時候 這隻三一六就很波動 就是坐了下去 你掃回五個交易日的時候 也挺差的 之後又上升 但是今天也要下跌 最多也跌幾誇張下的 就是212元 這樣就跌接近3% 那原因何在呢 如果有些散戶 譬如有玩開一隻三一六 其實勝率高不高呢 以這麼大額的一個股份 你知道他一手價錢也不便宜 但是圖表形態就 叫做村頭破腳 好像破完頂之後就難提點 魯Sir怎麼看啊 其實三一六早前提及過 那他公佈了業績之後 那股價是顯著下跌 在三二十八日 那成交是急增的 那我們看回業績方面 其實基本上沒有問題 因為他那個盈利做得不錯 而且也看到派息是理想的 那我相信只不過 就是投資者 叫做低位買之後 已經有累積不少的利潤 所以就減持了這樣解 那當日也提了一件事 那看回跌下來的時間 其實有個裂口 那當日由於 也跌得的急 和成交大 那變成了當日的高低位很重要 那提過一點 就是如果能夠 就是升穿當日的高位 有機會補回裂口 那當日的高位 就是在199.4 補回裂口的時候 就是去回325日的收市價 219 那基本上已經到了 任務也都完成了 那短期不排除 都會在這上上落落 那暫時未有貨 我覺得不要買了 那如果有貨的時候 其實到了目標 也都應該先去沽貨 那暫時先觀望 先 那稍後時間 如果它再升多一點 的時候 能夠去回一些 近期的 比較明顯的阻力位 例如是323日 都破了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就等它 下一次調整之後 才再買 因為暫時來說 股價是比較波動一些 不太適合這一刻去入市 明白了 那等我和老sir喝水 先休息一下 轉個頭回來才智空性 那觀眾朋友 有些問題都幾多 一次過回答大家 謝謝 和花旗上市 衍生產品部副總裁 麥榮儀做嘉賓 每逢港股交易日 星期一、二、三 朝早於不同的時段 和大家分析大事 教大家如何利用其他衍生工具 找多些機會 名字音樂 教大家可以放在一起 這裡 專門 call 內部副總裁 那些會 在一起 陳述 ly 旦 網 或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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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輛189,觀眾朋友10元有貨 東樂集團,怎樣看呢? 東樂其實你暫時看到他在一個雜幅整股 走勢不算太差,我相信再顯著下跌的機會是小了 暫時他在營造一個頭肩底 重點是要看著2月24日高位12.34 因為頭肩底是需要一個確認的 如果能夠升穿過2月24日高位 就可以確認到這個離好形態 如果能夠確認的時候 其實他的上網空間也挺闊的 你可以先留意一下 暫時給你兩個阻力位去參考一下 第一個是11月8日收市價15.1 第二個阻力位是11月30日開始17.36 當然大幅上去的時候 你便逐步減遲 15個領便先走一走 其實相對於原價其實有覆佈幾多 因為現在是10.90多 當然你不要現在偷補 你需要確認升穿了 在2月24日高位12.34才買 但即使12.34升穿了買 你還有15元其實盈利也不錯 所以給少許時間等一等 但如果你有貨的時候 你唯有先等一等 你留意一下 暫時來說最重要最重要的支持位 是3月15日的低位 7月6日 應該是7.6 這個也是剛才第一個投離 反正這個位穿了的時候 後市會進一步明顯地轉差 但我暫時看不像是這個情況 所以有貨先拿著 嗯 講一隻大價一點 講一隻1171 炎礦能源 觀眾朋友 24.9有貨 應該怎麼轉呢 是不是應該止蝕轉馬呢 煤炭股又會不會炒完呢 你覺得 其實煤炭股是非常強勢 因為我們看到 171 近日又破了那位 另一隻就是中華 1058 也是很強的 1898 所以整體來說 煤炭股這個板塊 是相當之強勢 我覺得 未必要看得太淡 但是始終 在你那個 二十四個多 就高了一點 因為是很近 五十二週高位 那我們看回 這個圖案方面 其實 171 一直都是每次 落到二十天線 比較輕鬆一點 甚至是跌一跌五十天線 又上回 最近一次 穿了五十天線 一兩天又上回 但是這個情況 我覺得不常見 反而它最常見的情況 就是跌穿二十天線 又上回 你既然現在 現水平 我相信跟你買入價 不是差得很遠的 不如你先走了 那你再等它 下回二十天線 低一點 我們現在看這條 二十天線 就是在二十一個 八左右 那你大概這位 才去買 那你接近二十一個 八左右 買完之後 可能會回多少 OK 可能去到二十一元 鬆一點 差幾毫不足 然後 它就有機會再上來 並且再藏 五十二週高位 即是二十五個半樓 這個是考慮到 現走勢是不改變 因為現走勢 其實已經維持了好一段時間 自從去年十二開始 到現在都是這樣的 暫時沒有什麼明顯的跡象 說它會改變 所以暫時都會相信它會延續下去 所以穩陣計 走了它 然後下去 大概是接近二十一元 你才再買 那整件事就會好很多 那觀眾朋友可能遲了來 問老Sir有沒有滄海為主 你看回我們上一本集節目 就會知道 我回到3380出來 就是老Sir信心之選 剛才 在休息之前 都是升17% 現在升20% 大家可以在其他不同的炒作平台 跟著老Sir學習一下 上一下老Sir的課堂 真的 你不學 怎麼認識呢 你不認識 你就輸錢 對不對 這些是很簡單的 基本一些赤列 觀眾朋友繼續問老Sir1799 有什麼看法 關於新特能源 想 深養養想出手 這一隻 你又怎麼看呢 這隻其實是一隻不容易炒的股 因為它也算是挺波動的 近日來說 看到有造就突破 看回3月28日做了些大洋足 成家的增加 破了在3月1日開始營造的一個阻力 破了之後現在反方向上 但是你留意多一件事 在3月29日開始至到今天 其實它在走一個很窄的交易範圍 上落市 介乎都是18.8左右 去到19.9多 上上落落還未破到位 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留意一下它可不可以 是破到3月30日的位 因為那是阻力位 考核地這個位 其實你看回頭 是會看到在11月3日 至到11月19日 那個波動區間之中 所以大家留意 其實現在很近阻力的位 我覺得短期來說 是比較難去操作 因為即使我被你破了 你在這個波動區間裡面 始終有蟹貨 也意味著一定是沽壓 因為投資者在輸錢 希望回家鄉又沽出來 拿回一些本金 所以其實暫時來說 未必是這麼好炒的 如果最穩陣的 當然我們稍等 給他一點時間 他能夠破到 11月3日至到 11月19日這個區間 其實往後是會升得順暢一些 現在始終會比較繁複一些 買下去也不是太舒服 因為可能有時候又升兩棍 然後跌一棍又多些 那你覺得 究竟他真的升還是不升 還是跌呢 那你就會很忐忑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 不如先看著 反正其實現在市場上 除了這隻有其他股份可以選擇 轉個角度說一下 中國重器 308 觀眾朋友 10.1可不可以進博反彈? 之前已經進過了 或者走了 10元這個大位 到底是否守得住 中國重器 究竟 其實走勢一點都不理 之前你可以看看 在10月22日左右 開始 一直到達 其實在 3月15日和16日 出現這兩天的急跌之前 其實走勢 是順順落落的 沒有太大變化 隨後又回到整個 市場的頂部 接近13.1左右 但是 今天 應該說 前兩天出現了一個 非常不好的情況 就是你可以細心地看 在上一交易 它是做了一支大陰燭 然後你看到 它是有個下跌跌口 還有一件事是更加不理想 它成交是突然間增加得很厲害 反映有市場人士拋售 今天再破了昨天的低位 意味短期的走勢偏弱 反方向下的情況是有機會持續下去 甚至是再創52週高位 即是9.16以下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去搏 你搏不搏的時候 你要看看 其實它過去一段時間的模式 是怎樣 因為在10月5日開始 到現在 基本上它沒有下跌裂口 除了上一交易以外 即是說 一直都是很靜 很悶的 上上落落 但是上一天出現了這件事之後 其實整件事有多少改變了 明顯地轉弱了 所以我就不建議去搏這些股 觀眾朋友問710 晶電 今天創月高 10.28 10.28 10.24 就是現價佈 征電 徒表形態 跟剛才說的 中國重氣差很多 觀眾朋友 11元有貨 都沒有回到家鄉 不過 好像 原來想上去補11元的裂口 即是在1月中的時候 那一棍掉下來 魯Sir怎麼看呢? 首先這件事 我們看過去一段時間走勢 由7月開始看 我們退後幾步整個畫面清晰很多 我們拿回到8月20日的低位 拉到水平線 當然的水平線 會碰到什麼位呢? 就是在10月6日的低位附近 然後我們會看到它 在3月14日穿了底 然後打架上來 即是說 其實它一直守得住 在8月20日的低位 6.85元附近 當然 在3月14日 15日的時候 港股的走勢很差 也有好方式拋售 這隻也可能是跌過龍 打上來 但是打上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 其實它一直在走一個交易範圍 早前在12.8日的時候 也是一些高位 其實這個水平 其實在1月18日都曾經 嘗試上去 在12.58 差一點 但是其實在一個大的交易範圍之中 我們會看到 期間是有些阻力位的 現在 最近一個阻力位要面對的 就是1月17日的上升裂口 雖然是補了 但是也很有參考價值的 我們看回上一天的開市價 應該說上一天的收市價 就是10.24日 它們現價很接近 如果它真的能夠再升多一點 在1月17日的開市 最多只會上到1月17日的開市 10.9日 跟你的入市11元 相差一點 但是這裡你會看到一件事情 1月17日的開市 拉條水平線 它會碰到近11月23日的開市 10.96日附近 也是在說11月一些山頂位附近的價格 這裡意味著是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所以你記得10.9日這個位可能會頂住你的 如果真的能夠上到10.9日 我覺得你也要走下去 因為未必一定要上到12.8日才回落下來 因為始終最大問題是有一個列口 這是一個明顯的阻力 觀眾朋友就問問我 什麼東方錶行 繞不繞好 不繞了 反而看看過兩天出業績的900 EON 還在賣 沒錢 香港人 借財仔 900 派高息的 看看業績好不好 搜幾季 好像數字都不錯 大家可以部署一下 好了 回到老sir 要回答一下 27 不是財仔 就說賭仔 說的是銀河娛樂 3月那一棍跌到33元 其實我自己買了一些貨 我利身有30多元 有些銀魚在手機 我覺得 沒理由的 我無論如何都要支持 過去Galaxy 看看show 玩兩手 吃一下豬扒包 因為疫情還沒開始之前 其實我也蠻喜歡過澳門的 放假 現在就有兩三年沒有去過澳門 魯sir 喜歡過澳門 看看食物 其實也少 但如果沒有地方去 最近就去澳門 是的 但現在澳門也沒得去 46元的銀魚 你覺得是否值得買呢 其實我們可以再看回頭 在9月15日左右 我們也是拿到當日的低位 先拿回水平 你會看到他隨後 在12月11日 碰一碰這個位置 彈上去 當然在3月15日 有急跌 這下是超過跌的 即是跌過籠 因為市場太恐慌 什麼股都丟 所以他跌過籠 其實這天你可以撇除他 不用特別關注 如果你不看這一棍 其實你會看到他 那個交易範圍 是挺工整的 不斷在上述落落 那個水平 介乎大概38元 直至到接近49元左右 如果你現在買 就說你是 下高了 下高位 是的 兩元利潤左右 但他到了這個位 其實有機會下去 因為他的交易範圍 其實一直走 沒有太大變化 他也很工整地走 所以稍後時間 應該會下回 大約38元左右 如果有貨 你看一看 最多多一點點 去到48元左右 你會收手 接著就下去 接近38元 那裡賣 其實也有10元 這10元其實在這30多元裡面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利潤 是的 魯Sir也分析得很對 因為每每到49元 都有一個明顯阻力的 這樣 是不是九功必破 我不敢說 但是到過這位食股先 錢賺了落袋 就比較輕鬆 觀眾朋友再問 6098 壁櫃園服務 今天很厲害 16% 關於壁櫃園服務 今天鬆回很多房 關於內房 或者物館 那邊有些內房 不過內房很難的 日升日跌 今天升10% 明天下跌8% 很難搞的 觀眾朋友問 6098還有沒有水位 Cherry問你 魯Sir交給你答 謝謝 這些股是難炒的股 因為一浪低一浪 正如剛才所提及 日升日跌 可以突然又升得很快 但之後又跌下來 你真的要很貼市 和要跟得很足 我本身不建議這樣炒 因為這樣是很難炒 但是你說很鍾情於這些股份 你很想買的話 其實可以拼一拼 因為它的模式 每次上到50天線 多一點會回 現在還未到的 50天線 在43元左右 那你就拼43元 即是5元空間給你 拼一拼 你就走 如果拼不到 你要留意近期的低位 風險管理是一個指示位 就是3月20日的低位 30.1.5元 穿這個位就要離開了 節目就回答了1618 今天也有很多人問 中國重器1618這些股份 問的原因我不太懂分析 不過中國中野 應該是讀過野字 讀升1.8% 觀眾朋友問 怎麼看現價可不可以進入呢 現在也是窄幅波動 明顯區間是3月17日 至今天為止 沒有改變 區間底部大概是2元左右 而頂部是2.27元 你就拼它上頂 但其實那個區間窄 是很難解僱的 我覺得這些可以先觀察 但就不需要特別急著買這一隻 還有兩分鐘想問老sir 一個宏觀的題目 譬如看到813又停牌 1918又停牌 那是否內房真的好得這麼厲害 我真的有保留 還是大家去選擇內房 還是看看688 123那些會好些呢 你覺得 其實內房根本上 我已經是從這個 觀察名單裡面都剔走賣了 因為你看到這麼多的停牌 其實他們是交不到業績出來 審計方面還未完成 其實這是一個問題 他們的借口是疫情關係 但其實即使不是這個問題 其實內房一向存在的債務問題 都是沒有解決過的 即使你看到彈 其實也是很簡單 跌得多你就彈一棍兩棍 但它是不會營造一個上升的趨勢 而彈完之後又再散 所以我覺得內房股盡量不要碰 因為你買了之後 你可能見到升的時候 你衝進去買 但可能不夠位置轉身 跌下來你又撻著走不到 再加上現在好像交不到月績的時候 其實又要停牌 你又不知道要停多久 雖然未必會停很長 但停了一段時間 你的資金也是凍結了 你不能動的 也不是一個好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辦法 暫時還是不要簽手 嗯 講開有些股份轉不及新 不知道觀眾朋友買些1024 有很多衍生工具 買它升 它就跌給你看 買到跌 就升給你看 不知道會不會夾死了 1024是否真的 就是由去年開始 去年就不斷跌很難炒 今年就沒有露燭 就更難炒 你是不是也這樣看呢? 老sir 其實這隻一向都是不願意做的 當然出業之後 由於有消息指 那些主播 他們的打賞 每天有上限 令到急錯 那天已經做了一口 跌得很急 所以 也在當日收市之前 已經是吃了糊 這兩天是膽子上來的 暫時來說 明顯地走進了一個交易範圍 這個交易範圍 介乎大概69.7 至到85元左右 上升落落 現在不是時候買 因為低它不夠低 如果在高位調轉樓 它還沒有到一個阻力 所以就先看著 但是這隻確實是難炒的 那麼散戶就要好好留意 今天多謝老sir做你的嘉賓 先報市 恆指正在升425點 大市成交金額 沒有北水底下都做到這個時刻 做到接近800億的成交 我也覺得算是這樣 看來今天天氣好 大家入市的意欲 或者出貨的意欲都高 刺激大市的成交 多謝我們的嘉賓老sir 謝謝 我們下星期再談 多謝拜拜